又來到新一集的素食教主 我是Ken 我是Crystal 今天我會教一個秋冬適合喝的湯 西式湯 就是椰菜花南瓜薑湯 我們先開始 我先切了椰菜花 我最近教素食班 有時候會親身有些學員會下手做的 我看到他們拿著椰菜花都不知怎樣下手 又不知怎樣刺進去還是怎樣切好 其實最簡單就是這樣 將它一開四 這樣糞便便安全 將它一開四 然後你見到中間有一條心 你就把這條心斜斜地切進去 這個心其實你也可以打湯 因為它本身有甜味 如果你說鹽很麻煩 這個心不要 那就不要了 這樣放在一邊 是 我們先去掉心 Ken Sir 我們這次用了椰菜花為主要的湯料 以我所知椰菜花是比較寒涼的一種食品 如果素食者 我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 可以處理得好一點 其實椰菜花是中性偏小寒 所以我們這次的湯 我們會加薑 黃薑這類型的 比較驅寒 甚至乎 蔬菜類都比較寒 我們會加薑去調味和癖寒 讓它味道比較好一點 至於椰菜花本身 它都有豐富的蛋白質 在蔬菜類來說 變成素食者我們比較適合 還有我們又加了甘筍和南瓜 有豐富的胡蘿蔔素 維他命A 這類型的 我們切了蔬菜花後 很容易撕開它 如果像這棵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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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棵 我們就切一切 很簡單 你可以幫忙撕開 除此之外 我們就想保留椰菜花上面 頭位的花 我們會放上面做的裝飾 還有讓湯有口感 我們會有少許分 待會Can Sir就會教我們 如何處理頭上的花 我們會炒一炒 我們會加黃薑粉 加些孜然粉炒一炒 好了 我們處理椰菜花 純粹切開一塊塊 剁開它 南瓜也是 南瓜 這個就是本地南瓜 在一般街市買得到 有些是很長的 很長身 有些是橢圓 Can Sir 我們這次用了本地的南瓜 因為我們的主婦 買菜的時候 很喜歡買日本的材料 其實買日本的南瓜 會不會甜一點 南瓜 通常市面上有兩種 一個原型的日本種的南瓜 或者是日本南瓜 第二就是長身的 就是本地南瓜 或者是外國的南瓜 長身的 兩個分別就是 日本南瓜比較粉 質感比較實 甜一點 長身的南瓜 都甜 但是沒有日本南瓜 真的日本南瓜 不甜 不過它價錢便宜 第二 煲湯很適合 因為它煲很快就軟 它的纖維質 沒有那麼實 煲湯都OK 我們都切好了 我們欠薑那裡處理 就可以了 薑 很小 Kanton 其實你們喜歡 如果想辣一點 你就放多一點 如果你說我純粹有一個驅寒的作用 又不想那麼辣 有些人不喜歡那麼辣 那就放少一點 我們洗乾淨 這個算是嫩薑 嫩薑 我們其實用了皮 都不要浪費 因為很多蔬菜營養都在皮上 像我們甘筍一樣 我都是洗乾淨切片 沒有去皮 OK 很多營養素都會在皮上 我們就不要浪費了去切 用普通嫩薑就可以了 對 嫩薑 如果你想驅寒性強一點 我們就用老薑 老薑通常會見到 浸皮會深色一點 有些泥在上面 對 有些泥深色一點 還有輕身一點 因為它其實都是同一樣 只不過它會放久一點 種久一點 還有風乾久一點 它就會變成老薑 嗯 但一般來說 我們用普通的嫩薑已經很好 對 已經很好 我們材料準備好了 我們就可以開火炒它 用椰菜花在頂上炒一炒 之後會放少許鹽 黑胡椒 放少許黃薑粉 嗯 就讓它有香味 特別一點 其實椰菜花很香 你一放進去 煎一煎 你都會聞到 聞到一股香味 但是Can Sir 你再重新多次 你炒這個椰菜花的頭 是用來放在一會兒 湯的 放在湯的裡面 甚至是頂頭 嗯 就讓它做個裝飾 有口感 有口感 你可以多一點都可以 如果你想口感豐富一點 你就多一點 嗯 對 加少許油 加了些油 加少許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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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少許黑胡椒 除量 對 這裡這麼少份量 只是加少 黃薑粉 孜然粉 我看到我們今次又加到黃薑粉了 其實黃薑粉有沒有什麼功效 有什麼好處 那本身這個食譜 我們加了黃薑粉 有兩個功效 第一就是令到那個湯的味道 又會多一點層次 第二 這個黃薑粉 大家都知道 其實黃薑粉 印度吃很多 因為咖喱會加很多 那 吃咖喱有預防這個老退化 其實主要就是靠黃薑 黃薑但它味道 就這樣吃 或者加些菜 會怪怪的 所以我們盡量看看 會不會有些食譜 加進去 又比較溫和 可以吸收到 所以我們這個湯都不錯 好了 我們都炒香了那些椰菜花 放在一邊先 就放在一邊先 好 那我們繼續 都放些少許油 炒那些蔬菜 嗯 這個 我們可以先炒這些 好 如果你想時間快一點 當然你的材料越薄 就會越快 嗯 還有看你這部攪拌機 厲害嗎 如果這部攪拌機厲害 純粹你加點水 滾三幾分鐘 軟 已經可以打 但如果你這部機 說轉速很慢 那你就要滾軟這些材料 對 還有切小一點 對 切小一點 因為我看Can Sir 你切這個蘿蔔很薄 不過也是大片的 我純粹想它薄 就快點熟 快點軟 加西芹的原因 就是讓它有多些香味 嗯 因為其實西餐有很多湯 因為我們店舖 沒有蔥蒜的西食料理 還有盡量沒有蛋買 所以今天我們就用了椰汁 取代了忌廉 加甘筍西芹就不用加洋蔥 聞到有香味 我們就可以加南瓜和椰菜花 其實那次序是怎樣去分別它先後的呢 其實一般我們都會先把香的東西炒 好像爆鍋的感覺 類似的 我們剛才看到有薑 我們加了薑和西芹 盡量想它有些香味 我們想它多些香味 我們都可以加少許黃薑粉 但不要太多 大約一茶匙左右 脂鹽粉也是加少許 又是半茶匙至一茶匙 嗯 接著我們就下水了 嗯 開始下水 關於加水上面的秘訣 我們下了一些水 究竟是水的份量 我們要怎樣控制呢 什麼時候要加多少為止最好呢 我建議水的份量 通常食譜都未必會寫 但我覺得寫了都不要跟著 因為好看你那個食材 你下多了還是下少了 我們通常水的先不要加那麼多 那我們到 放在果汁機裡打 打完倒出來 那個結度我們再調整才加水 如果你水真的下多了 變了那個湯太稀 你就救不回來 你就變了要加食材了 那我們就 由得它滾 滾完之後你可以蓋上蓋子 讓它快點軟 焗一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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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稍微軟 我們就可以把攪拌機去攪拌 好 我們就稍等它一會兒 好了 我們都滾了一會兒 我們蓋了這個蓋子 讓它 嘩 真是很香 那個椰菜花味 還有一些黃薑 黃薑味很濃 黃薑味很濃 我們滾了一會兒 那視乎剛才所說 如果你的攪拌機越厲害 就越不用滾那麼久 是 那這部也算是厲害的 我們就可以先關火 關火 對 可能我們要分兩次 對 分兩次 如果你這隻膠杯 你怕它太熱 我們可以加一點度 降溫 即是降溫 或者你說我簡直不趕時間 因為關火 可以先放一會兒 OK 讓它不要馬上說 九十幾度那麼熱 不過現在市面上 新型的這些杯 都很久會熱 都很久會熱 用膠的質地 跟以前是很不同 我們看到它在這裏 都少少水 我們可以補一點 可以補一點 回過去 謝謝 我們打到看到它滑身 沒有粒粒就可以了 嗯 那你見到這個程度 現在這個稀疊程度 都OK 不錯 好啦 那我們可以倒回 下去 倒過來 是 我們現在再加椰汁 椰汁 椰汁 其實你喜歡 想重一點的椰汁 味 你就加多一點 你自己喜歡 那 純粹加下去 讓它有多種香味 嗯 還有又會滑一點 現在CANCER 就加了六個湯匙 是啊 你可以逐少逐少加 試一試味 OK 那我們再加上 加多一點黑胡椒碎 加一點鹽 少少菇粉 菇粉 也是 那一句你喜歡 都可以 不加就 可以不加 加了就味道比較濃 好 那現在我們再調整 稀結度 那你覺得 如果這個 覺得稀結了一點 你可以補一點水 給它 如果我們有素的上湯 我們就加素上湯 嗯 沒有的就給點水 所以剛才我就說 不要一次過 煮的時候 加那麼多水 太稀了 稀的就是 沒有一夠 不是沒有一夠 不過你要夠就很麻煩 對 要再加多一點 對 對 你又要幾分鐘 你的材料剛剛好 你又要去買 或者你又要打蜆 又不好 Cancer小提示 對 不要加那麼多水 對 那其實已經是可以喝的 不過我們想它熱一點 我們煮一下 滾它 本身的食材全部都熟了 OK 可以上碗 好 我們最後 鄧大師加上去 對 放一點裝飾 今天有多些口感 喝起來 還有我們 拉一點椰汁在表面 黑胡椒 黑胡椒 漂亮了 對了 我們這樣裝飾完 這樣就漂亮很多了 大家就可以試一下這個湯 至於我們食譜的比例 其實你可以自己去調動 你想南瓜味比較多 就多些南瓜 就不用完全跟到很足的蔬菜 因為我略略寫個比例給大家參考 大家可以回去試一試 好